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老师 相信有些同学应该认识我 有些应该就完全没有看过 很正常啦 因为我是今年才进到宽中教学的 初一还有初二同学可能在路上会遇到我长这样的老师 我叫李佳琪老师 我本身以前是一名工程师 现在转行为老师了 以前的话我在工程师 其实我还蛮喜欢我工程师这一方面的工作啦 其实因为以前我的话我是一个biomedical engineer 我在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可是就毕业过后的时候我进到一间电子厂 就发现电子厂没有这么好玩了啦 没有这么多的兴奋跟热忱 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接了一些补习的工作 我就发现原来现在好玩开心的事情是 诶 教小孩子或者教一些学生 所以就慢慢的想要尝试在教师这个生涯里面 继续扩展我的生活 我觉得有分成两个部分啦 一个是属于长期的一个是属于短期的 对于短期的话当然就是因为我还心嘛 所以我就想要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啊 还有教学水准就努力的去找一些更资深的老师 或者一些上网的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 因为现在也是网课嘛 网课就好像你对几千个人 可是呢你好像就对着一个camera吧 对于长期的话呢我是觉得我本身 他们会想要帮助星星学子在学习路上 克服各种万能 ok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是很害怕去尝试 所以每次在我的班的时候我就会和他们讲 有尝试有希望 你不曾尝试你不曾知道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把知识和生活融会关头 在长期来说的话 因为以后大家都会毕业的嘛 毕业他们都会进到工作上 所以就希望他们把现在学到的知识 能够运用在以后的生活上 可能以后我说不准可能我的孩子是他的 是他的员工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就希望他们可以成为更好的 为社会贡献的一份子啦 我是这样觉得啦 长期来说的话 所以希望可能明年还会再遇到你们有些初一的 当然初一我不想再初一再遇到你们啦 OK 初二我再会遇到你们啦 初二就去初三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在此我们也祝福李佳琪老师您教师节快乐 谢谢老师 谢谢